再過幾天就是兒童節了 那麼中華職棒各球團是紛紛推出有趣的周邊活動要吸引親子同樂 而統一師呢 今年除了是延續傳統舉辦趣味競賽之外呢 還推出了特別企劃 又讓早產兒的小朋友呢 也可以體驗職棒球員的滋味 為歡樂的兒童節增添溫馨氣息 穿上球衣 戴上球帽 小小生命鬥士黃品章 雖然個頭比大哥哥球員們愛上一大節 不過志氣卻是比天高 今年12歲的黃品章 立志要當棒球選手 隨著兒童節的到來 統一師特別為他圓夢 讓他有機會隨隊練球 體驗直棒球員的滋味 別看黃品章現在活動自如 其實他曾經是肺部發育不完全的早產兒 出入醫院家常便翻 出生之後他就被急救 然後之後就產生氣胸的狀況 對醫生就跟我講說 我可能要做最快的心理準備 最煎惱的應該是父母的心情 所以當小孩子出生之後 他們就開始小心的呵護 在保護的措施都做得不錯 在球場是一個安全的環境情況之下 讓小孩子享受到快樂的感覺 叔叔先教你打擊嘛 對不對 統一是球星高國慶 自己的一雙龍鳳胎也是早產兒 看到這樣的孩子更能感同身受 他細心指導不時面露慈祥的微笑 鼓勵黃品章 從品章的表情就看得出來 除了球技 今年還得到了最棒的兒童節禮物 你一出生就比較不順利的話 你就可能覺得說一以常忍 你都能夠忍得過來 那你也是在付出嘛 為了是什麼 以後就是更健康的身體 然後去做你想要做的事 搞不好其他更嚴苛的日子 都難不倒你 不管面臨多少挑戰 再渺小的生命 只要努力找到意義 就能像同醫師的年度口號一樣 成為自己人生中的HERO UGEN TV 總和報導